玩手游就看 哎呀球长 小米大逃杀手游上线 庞白军不等球长 带各位先跳伞吃鸡了 看到这个游戏画质是不是屌炸到想当女人 好了不看他飞了 咱们马上进入游戏 开始肯定还是搜索物资不用废话 庞白军就是这么命令 随随便灭就能捡到种武器库 好现在我们就去杀人 好默默地跟下去 有名子弹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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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杀我他竟然没杀我 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竟然选择了原谅 好在这他的那一份努力 我们不能停下脚步 很好他样子打手和穿墙并没有什么效果 他发现我了 他迷茫了他竟然迷茫了 他在犹豫到底是在窗户打我还是在门打我 他选择了门 好现在庞白军在秀一段越南战争的著名战术 为师打员 好他温温的死了 不要急走等着 来吧小伙伴 好庞白军就这样靠着大家的奉献终于走到了最后 再干死一个咱们就吃鸡 我是让人拿平底锅给干的 虽然没吃着鸡 但至少也正名了平底锅 在这也算是一个神器 好今天死了 庞白军就给各位分享一下新手的设置经验 首先是吐槽这个装备栏设计的不合理 他其实本可以放在玩家的下方 然后供玩家选择 但他却放到了玩家的准星边上 这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当我手残的把烟雾弹当手雷扔出去之后 被从烟里跑出来的敌人吓废了还在关键时刻被道具栏挡住了视线 嗯对死的一点都不远了 所以建议小米的大神们最好可以改一下这个道具栏的位置 当然新手们玩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按一下道具栏上面这个蓝色的按钮 他也就会消失了不然的话他真的会一直烦 当然了说真的游戏呢还是存在一些bug 比如说每当你横着走路的时候这声音啊就特别像是子弹在你身边穿梭一样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庞白军玩过的手游版本里 游戏画面和游戏质量都是最好的实际手游 并且没有外挂 庞白军深可相信 这回外国人得翻进咱们的墙里吃鸡 跟着你的小伙伴们到小米枪站吃鸡吧